小 哦 妈 我跟你说个事 我没抢到票 然后放假呢 救命 干什么你 给我妈发晕呢 你安静点啊 妈 我没抢到票 然后放假 妈好烦人 你干什么你 我警告你啊 你那个动静给我收回去 我跟你讲 这是我妈 你干嘛 妈 我那个 你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 干什么 那是我妈 不是你妈 这么喜欢叫妈是吧 行 来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你来叫 行吧 不挂 喂 妈 我跟你说个事 我放假没抢到票 然后我就不回去了 对 等会 我室友要跟你说话 来来来 我妈跟你说话 快 喂 阿姨好 你不应该叫妈吗 哎呀没事 我们刚刚到这会儿呢 跟你 你放心好了 我会处理好合租关系的 每天我们房间地 都是我来扫 我来拖的 我早上起来 我都没闲着 我洗了一早上的衣服 我还给他洗了 一个小时的衣服呢 明明都是我洗 噓 当电话呢 他每天睡到自然醒 然后就让我给他洗衣服 我刚刚还把饭做好了 待会儿就准备吃饭了 你进过厨房吗 没事嘛 都是室友嘛 我们 没什么好计较的 众人为乐嘛 虽然他天天啥都不干 你知道吧 他真是 阿姨 不是他说的那样的 但是吧 他也有优点 挺会过日子的 知道我喜欢吃 你看给我腾了好多自然火锅 阿姨 我特意在食货上 囤了一些 海底捞自然火锅 十六一盒 包仔饭十二一盒 这不放假 有活动吗 评论器就能抢购 我知道张建宇喜欢吃 我就多买了一点 你跟叔叔喜欢吃吗 我给你寄一点 哎 那个妈 妈 那我先挂了啊 不说了 拜拜 你为什么骗阿姨啊 你这样你家人会认为 我好吃懒做 你那么在意我家人的看法干嘛呢 我不可以在意你家人看法吗 不是 你跟我的家人又不会有交集 你们又不会见面 哎呀 说一下怎么了 是不会有交集 跟你也别再有交集了 什么意思啊 啊 诶 诶 这不是给我买的吗 诶 你怎么又变卦了呀 诶 有交集还不行吗 有交集 有交集行不行啊 我明天就让我妈过来行了吧 啊 今天带盒子女生友 除了小费 而我偏偏不带手机 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带我来买东西啊 这不是放假了吗 咱俩都没回家 这个就当我们俩过节了啊 好 再买点蒸脚吧 然后我可以蒸肉吃 行啊 这手抓饼这手抓饼就往里往里拿嘛 这个来手抓饼也好吃 拿那么多干嘛 这个你就别管了 走吧 他完全不知道啊 整个花生啥 这个174怎么付啊 各位 我今天手机忘带了 哎 那个你好 那个让我们家女朋友付吧 我们家钱都是他来管 说什么呢 眼睛瞪那么大干嘛 快付钱啊 老婆 哎 这买的是不是太多了 要不退一点啊 你说呢 老婆 不要 小老板 嗯 这么干脆啊 你刚才为什么喊我老婆 我又没带手机 又没钱 人家都问我帅哥怎么支付了 那我总不能说没钱吧 太没面子了 所以我就只好说 关老婆要钱了呗 哦什么哦 到时候回家就能还你钱了 你看我游戏再升一级 就能领两千了 什么游戏啊 我能领呢 可以啊 从左下角链接点击游戏就行了 现在国庆活动期间呢 登陆还能领五百红包 用上领包嘛 加速升级 还有机会拿iPhone12呢 你不早说 早说问一下一个 走 给我去买点东西 买什么啊 雷 就要这个 行吧 算个20块钱 20 老婆付钱 什么 付钱啊老婆 再买个面包 不买 哎我跟你讲你不要太过分啊 你听上瘾了是吧 谁让你不戴手机的 那我怎么知道现在商家都找男生付钱呢 我看起来像有钱的样子吗 回家吧不买了 那我们坐地铁走 那我们坐地铁走 地铁 我没听错吧 你拎了这么多东西 地铁没又热又挤的 我可受不了这个委屈我跟你说 我拎又不让你拎 打车吧 那你叫我 叫什么 啊 啊 这样 哎 慧慧我们打车回家好吗 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赶紧打车 赶紧打车吧 那自己打吧 啊哈 不是 那你想叫我叫什么 啊 叫什么 啊 哈哈